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2018年10月4日 也是百坑讲坛第211期 那么这一期的百坑讲坛正正好好在国庆的中间 对吧 我们一共有7天假期 那么希望大家看了这部视频以后呢 可以继续过完这个美好的假期 然后呢养足精神 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工作啊 学习啊 做好准备 那么陈子呢 也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这个今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9周年 虽然我们中国有这个5000多年的历史啊 但是呢真正意义上 跨入到现代国家的步伐呢 可能最多最多也就只能从民国算起 而民国时期呢 我们经历了北伐大革命中原混战啊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第二次合作破裂 抗日战争啊 然后东北被侵占等等等等 许许多多的国难 我们能够有今天呢 是由许许多多的先辈们啊 不管是革命时期的先辈们 还是大生产大建设时期的先辈们换来的 希望大家可以牢记这一点 然后呢 我们作为年轻一辈的人呢 除了专注于现在安逸的生活跟享受之外呢 希望也可以自己为社会做点贡献 多多少少做点贡献吧 就好像我啊 做着游戏直播啊 还是不忘跟大家说一些小历史啊 等等 对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那么就多给大家宣传宣传这种东西啊 希望大家能够培养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与此同时呢 我直播间有一位粉丝送了一把道宝剑啊 所以说我在这里呢 也要由衷地感谢他一下 是月音教作人啊 他是我同时是B站的粉丝 也是这个 战旗的粉丝啊 他在B站也给我充过电的 我看到过 所以非常的感谢 今天呢 我稍微有点不舒服啊 国庆一开始我就不舒服 然后最近帝国杯的比赛呢 也是办的比较多啊 所以说 就 那个嗓子不太好 那今天呢 我是尽量不影响大家的观看 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就是如果 发现在直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停顿啊 或者我不知道哪里又讲错了啊 就大家担待一点 好吧 本来国庆期间呢 还有本来还想做更多的节目的啊 但是你看我停更了一个礼拜了啊 主要也是因为生病的缘故啊 那么病好了以后呢 尽量给大家多多剪一点视频啊 除了百坑讲坛以外的 其他的主视角视频之类的 好吧 好的 那么 闲话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 好 我们来看第一局 好的 首先是一局神司马 选了位 那我们是终成自然是选位的 哇 七手吃主攻一刀九杀 这太狠了 有两个男 但是 选择 选择了忍 就是 而且是非常忍 连刀都不挂了 其实 我这边说一句啊 就是主视角 我不知道主视角是有负气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他也 应该没有吧 反正吃主攻这刀九杀 我们肯定是很上的 两个男孩开出去没有效果的 一个草皮 一个董允 对吧 主视角选择忍 但是我觉得刀要挂一张的 刀要挂一张的 因为忍够了 五个忍跟六个忍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你这个刀啊 不是那么容易找的 而且 这把刀不仅可以当做刀用 在关键时候制衡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刀丢的不太好 那么主视角扔四张牌装内奸 只能认为是装内奸了 四铁锁 这黄盖 这黄盖这么打是反贼的打法 但是打得挺莫名的 忙了一堆人 然后打了一下曹锐 其实就跟没打一样 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打曹匹这一刀 把主攻翻掉了 其他元兽跟诸葛果果都是乱忙的 起白了 这白扔了一张 这身份是齐了 就有个内嘛 内大概是元素 先标着吧 我们这边看 关键还是看两个南蛮 董允始终这些事情就好办了 其实董允 其实董允这样打是有问题的 他这样打的话 人头就被诸葛果收掉了 当然了 董允这么打也无可厚非 黄盖死了就死了 但是曹匹这个旧啊 怕不是要出事 我们真的是笑死了 巴不得你救呢 这里我说一句啊 首先两个南蛮是主持叫攒的 所以说他多摸个万剑 对局面也无上大雅 对吧 主持叫这个 留两南蛮忍的这个 想法我是很赞赏的 但是你自己看看你这个牌 董允自己人两南蛮一万剑 你还需要放 你还需要放完杀吗 不需要了吧 你是不是巴不得所有的人 都拿桃去喂黄盖 所以你用了这个玩杀 反而是副作用了 你自己想想看 你有没有可能说 我这回合不动 杀掉黄盖我不动了 排人光 南蛮半剑下回合用 不可能的呀 你南蛮半剑肯定是趁着 人多的时候用的 那你这种牌 怎么可能打不死黄盖 所以说 前面的隐忍 让我看到了主持角 是有韧性的 不是自暴自弃的那种类型 但是这一手的南蛮 之前放完杀 就看得出来主持角 还是有点智能了 你会发现他的忍不够用了 对吧 忍不够用了 出了九火杀 那万剑不放就不放了 这边这个 但曹瑞还在锁里呢 这边特别搞笑 所有人都给元树 那个什么 连张和都给放了 我不知道张和是故意 为了捣乱还是怎么样 就是捣乱 打乱这个神司马的这个思路 我们赶紧跳中 这波 这波挺搞笑的 反正张和是 反正张和是中 不是 那个神司马是中 张和就打乱中的部署 室内就打乱内的部署 但基本上是元树内了 比较明显的 一个连破 这回合用连破呢 倒是无可厚非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用连破 万一有人救了怎么办 对吧 你说神司马这种打法 像不像内奸 哪怕他去把董允翻回来 都很像 所以说呢 就用一个玩杀 打死元树 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啊 我要说但是了 如果最后是 董允内奸 你是 跳进棺材也洗不清了 不对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如果董允室内 你就已经在棺材里了 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 继续下去了 总的来说呢 还是挺酷的 但是呢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玩杀 也不是什么时候 都应该放的 虽然有的时候 如果忘了放玩杀 可能造成的后果 更加严重 第二把就更 第二把就更可怕了 直接给我看了把 神操操 我对于神将的 视角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刚才那把的话呢 作为开场 给大家提提神的 还行 那我看看这一局 有什么亮点 诶 这张角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是不是忠啊 是忠有不批 神曹操的道理的 这个肯定戏才反了呀 这张角是忠吧 就是个不知道 不知道批神曹操的忠吗 这批一下 直接十四张牌 拿到手里 吃两套吃满 所有反内 全部被削了 就被 就是基本上 所有的反内 被扒掉半层皮呀 这就批个细子才 就跟没批一样 甚至还有可能是送爆发 这个是忠 而且我看马超体相内的 离得那么远 洗手剧针对马超 也不是什么好 我觉得是马超内 看着就像 这也是 好了已经死了 这个不给细子才贴 是什么鬼啊 给个尸体贴 不会已经死光了吧 这个 这个二抓去给 张条贴不给细子才贴 好了我们主持人 已经闲了呀 成一级 可以转为为安 又死一个 用了个陷阵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会 这是一个 会九杀的 高顺啊 但是也没判定 好了 又死一个 又疯了一个 下一步怎么办 终身死光了 这也是反呀 就是马超内 难道马超还能创造奇迹 果然是马超内 但他也做不了什么 马超这个连弩 是留着给主攻的 像 你看像这个二章 就特别奇怪 细子才明的不是 不可能是内的 他不把连弩 贴给细子才 贴给马超 还有这边 张 还有这边 张表的问题 我就不说了 这个二章还贴个 贴个刀给死人 不给 不给细子才 贴了呀 连弩啊 那主攻 你的火攻跟腾甲呢 没有那种东西 そんなことありません 用寒冰剑一刀一刀砍主使脚 直到砍死为止 哇 神陶元 好嘞 满血了 马超估计也撑不住 好吧 可能余神将觉得 一刀一刀磨 这个神曹操也可以接受 这二章是 这二章是指望马超 有机会再扔讨 不是扔一堆装备给他 是吧 不可能的 不存在这种事情的 这个牌 这个牌 估计只有拿到连弩才有用处 没有连弩能派什么用处 这边二章还有寒冰剑 余神将 余神将 你想干什么 余神将 余神将 你 我记得前面是五张杀 我记得前面是五张杀 现在变成了 乐不自主过河拆桥 两个简易 一个八卦 当然这牌也不算特别好 但是 再被余神将洗几次 余神将 原来是你 小子 是你把黄军 呸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这 余神将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这 坐姿吓得跑了 抽连弩没抽到 抽连弩没抽到 现在是随机的了 特别坑爹 赶紧把自己的连弩拆了呀 你个白痴 他肯定没这个意思的 对吧 怎么可能拆自己呢 不存在的 又来铁锁了 这次真的没了 连弩在这儿了 这吸止在前面 把自己的连弩拆掉 至少这帮人还活着 对吧 至少这帮人还活着 而且主攻已经没有能力了 加上马超从中作梗 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加上马超从中作梗 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现在是彻底没机会了 大家主要是鱼神匠 鱼神匠太喜感了 你看内奸自然会控制的 哎呦还听过了 哎 哎 主持久有意思 主持久有意思 看到没有 他把马超的沙拿过来 把这吸止才崩死了 可以哦 可以哦 就冲主视角这一手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 这是偶然中的必然 不是必然中的偶然 就主视角有这个水平 于尽 于尽你送了这一局 送的不亏 真的 有这水平 送这一局送的不亏 可以啊 最后这手打得好 啊 这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虽然没有余境是一定输的啊 但就冲最后这一手 给个五星好评啊 可以 好 我们看下一局 要知道 主持久前面不这么做的话 他就是马超跟吸止才两个人搞他 是很麻烦的 啊 或者马超把吸止才人头收到 然后马超因为有神解仪嘛 他那个飞影是没有用的 跟马超进烈士单挑也很难打 就是 趁这个机会打了一个先手 啊让这三张人头牌就爆销掉 也让马超没有机会继续联合反得控主 所以主攻就入局了 可以 主内反打了可以 啊 啊 南蛮入侵 杀 呃 蔡文基种 蔡文基跟夏侯敦倒是有 不得不说的故事啊 就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因为 其实也就是传说中的事情而已 很多时候你为了把牌给出去 要认更多的牌 也不一定是赚的 这两个南蛮还是很凶 但是主攻翻 翻人翻得不太好 远卫张忠华的是不太值得翻 也有可能是内奸 但是 已经 蔡文基跳中的情况下 刘峰的反面特别特别大 绝对比关一平大 啊 绝对比关一平大 所以应该翻刘峰 不应该翻关一平的 而且说实话 张忠华是真的不值得翻 现在关一平脱管状态 不过我跟你说 不要因为某些人 被你忙了或者搞了之后 在那脱管 你就要信他 不存在的 啊 不存在这种事情 他这样子反而证明 这个人排品有问题 如果是敌人 就往死里打 如果是队友 如果真的忙错队友了 他在那脱管 脱成这个样子 你也没指望了 那不如弄死他 那不如弄死他再说 这三差挺厉害 刘峰是给扒光了 现在曹仁那边还 不好说 不好说 远为董卓反啊 真的是 不知道有啥用 哎呦 疼啊 真的疼啊 裸了我的天 没了 哎 这么屌的吗 这么快就来了吗 来来来来 我来救你了 曹仁内啊 拆了 拆了木马 但这个牌就稍微差了一点啊 稍微差了一点 这里其实曹仁把董卓的寒冰剑拿走不是好习惯 董卓的 董卓苗正的目标是夏侯敦啊 对不对 董卓苗正的目标是夏侯敦 刘峰把曹丕的加一码一腻 刘峰就能打到曹丕了 所以正确打法呢 是把刘峰的简一腻掉 让董卓的目标对着夏侯敦 是不是 内奸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注重细节的身份 因为内奸能够掌控的只有自己这一个回合 你很难指望别人帮你擦屁股 一桃这桃子不吃也不行要被腻掉的 还好简易给拆掉了 你看你你现在就必须放放反的出来 哇 哎呦这手牌可以 好了 夏侯敦跟蔡文基不得不说的故事 三排翻流风啊也不算亏吧 这时候叛红比叛 这个时候叛红比叛会亏 董卓的血实在是不值钱 分掉分掉分赃了分赃了 这个分赃分的爽啊 蔡文基无中双开啊 这次没有腻了 两个神乐 这个五五风灯是什么鬼啊 好吧可能蔡文基是真的没有刀 他不开五五五的找不到刀 好人也是默许了蔡文基拿刀 逼迫蔡文基把牌出光 但是因为蔡文基第二个开的是五五股 所以他也出不了两啥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刀的价值也不高 试证明还是不开五五的好 哦 分光啊分光 真强 还好张忠华打死了 自己留着闪别的都分掉 蔡文基一个腾甲 闪还是要留一个的 不能不能死的不明不白啊 好那就翻队友了 翻白翻队友 我觉得杀也 我觉得杀也 杀也那个呀 杀也分掉呀 杀也得分的呀 这个杀要来干嘛了 都翻面了 这杀又没有用处 手道青蓝 谢可击我宫 草人现在丧心病狂了 已经不管主公的死活了 你看对吧 这个杀就浪费掉了 当然了杀本身可能也没那么重要 我只是提一下 这张杀是没用的 这慈雄双杀好厉害 这怎么 我看下这火弓是盯上来的吗 不是的 董卓被弃之一张卡牌闪 这肯定是先火弓的 刘峰这条命可比董卓的要值钱多了 哪怕要拍慈雄剑 你也得把刘峰给我弄死啊 会报君恩 对吧 你盯董卓这两下又有何意义呢 活死刘峰 活死刘峰都可以留逃了 这刘峰这条命可比董卓的值钱多了 哎呦哎呦哎呦主公真的很危险 哎 还好还有 还你分给主公 好了 这货要做死太监了 其实 其实曹仁的机会并不小 因为夏侯敦马上就死了 刘峰对 刘峰对手牌的破坏是很致命的 曹仁跟蔡文基的位置正好卡住刘峰 所以说夏侯敦死了以后 刘峰没有办法会帮他 只能帮他打蔡文基 他只要想办法保住刘峰 然后不要让刘峰有距离打主攻 刘峰自会去帮他打工打蔡文基的 但是呢他却憋不住了 你看他的状态是全场最好的 这种死太监 就在相对逆境的情况下 不去思考怎么获胜 就会在那乱来 反正我是挺看不起这样的人 这个现实报来的也是特别的快 刘峰还真没死 反正夏侯敦是死了 你看曹仁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你知道吧 其实一点都不难 这个局 刘峰有刀是比较讨厌 哎呀 好运还是在站在主中这边呢 这样一来的话 曹仁机会就不大了 刘峰 刘峰死之前 没有能够压到蔡文基的血 那机会就不大了 曹仁前面那刀九杀 浪费在了曹丕的身上 导致他现在特别空虚 差不多走了 现在因为曹丕的装备太好 看上去蔡文基好像没有血了 但其实曹丕身上有装备的 曹丕身上有装备 也就意味着 蔡文基无论如何美轮会多一些 而且这次 而且多的这些 还会让曹丕发动一次这个制衡 会非常的难打 所以说在五人局 就在五人局的时候呢 曹仁要做的就是 限制刘峰杀主公的念头的同时 尽可能多的引导反对去打中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难 其实也不是很难 你觉得这个曹仁离胜利还差多少 他离胜利还差一刀九杀 对吧 一张杀肯定打不死 但是九杀肯定就死了 其实也没差多远 有时候心态真的应该好一点 输了嘛就输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反 在主中反对都活着的情况下 你内奸强劲去砍死主公 这种行为是非常让人不迟的 我们看下一句 哎呦 左资主的那件 看主是要选什么啊 换了一大堆啊 周胎嘛 细致才 那是准备去看看 有没有举兽在场上是吧 或者其他武将 那魁谁呢 不是先赎谁呢 先赎左辞啊 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呀 就内奸选择先赎 先赎主攻的话呢 半挑的时候会非常的尴尬 前期反贼在打主的过程中 也有可能会自己莫名其妙给误伤了就死了 为了一点钟 那可千万不能卖血啊 主攻掉血你就会卖了 所以就不能卖了 选择先跳钟打 那就只能跳钟炸 主持人的大致思路就是 跳钟来炸主攻的草 就这么个思路 这边有一个嘲讽特别高的理点 就有高嘲讽跳 有高嘲讽的这个钟跳出来了以后啊 我们这边还能炸掉主中的桃 让那个高嘲讽的钟去死 这种剧本 当然是最好的 那现实中能不能这么做到的话 那就看场风了 反正嘲讽肯定是在理点那边 不可能到我们这边来了 当然我们要尤其注意 绝对不能在其他时间卖血 啊 就能不卖就不卖 一旦血量卖低了 那就真的是 反对的嘲讽就 拉到我们这里来了 反对的 输出还是非常的凶狠 哎呀 够不到的话肯定就打我们了 所以说真的得格外的小心 我挺好奇这钟会是什么的 这钟会是钟啊 钟会是钟倒是无所谓 可以选择送钟会觉醒 主持人要比较怂这个曹植 所以把曹植打翻了 这里呢倒是打翻曹植 也有打翻曹植的道理 不打翻曹植 被曹植翻面九杀也很难受 但是 哎 是的你没听错 你们这边我要说但是了 还记得我一开始说 我们的部署吗 你既然选择跳 你既然选择内跳钟打 而且是跳得比较像的 就是没有人会认为你是 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内的 对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为了给主公打工吗 当然不是了 我们的目的是炸桃呀 那么你在有真桃的情况下 曹植翻面九杀你 你看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球桃顺序 是不是不把曹植打翻在地 让他九杀我们 球桃是最赚的 而你这回合如果去打醒中会 会形成一个理点中会 两个人嘲讽巨高 你那边 你那边那个 筹策两次 对吧 自己摸一 自己摸点牌 筹策两次 该给主公给主公 不想给不给也行 对吧 就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 思路就乱了 人家会觉得中会是内 你是中 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举剑 可能能吃到一发举剑 那也是左兹 已经有举剑的情况 我跟你说 内间的 内间的一万种玩法 我全部都研究过 这么好的站位 你不去炸主中的桃 你真是对不起 你一开始挑中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呢 是你应该能吃到这发举剑 主持络是做着一个迷梦 你知道他为什么迟迟不回血吗 因为他指望主公吃桃 给他回血 主公这个桃 主公这个桃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这个迷梦啊 这个迷梦 嘲讽肯定在理点那边 永远不会挨到我们这来的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打法 是低风险高收益的 而且自己有个桃兜底 不万一主中一个桃都没有 也有兜底牌 真的是 几乎是零风险了 这样一样的话 后面就会很难打 就是你怎么打这个中会呢 就是内间看到中会中 如果他前期觉醒了 这个中会中就是个打工仔 嘲讽跟理点差不多高 没觉醒他嘲讽 具体这陆讯是疯了吧 木马里有无限 手牌是两张闪 中会去拆他 他去谦逊 木马没了 然后吃一套酒刹死了 如果是发四张牌 我就原谅他了 发吗 只能发两张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故事告诉我们 谦逊也不是锁定机 然后有人就会跟我说 谦逊怎么不是锁定机 当然锁定机了 标陆讯的谦逊不就是锁定机吗 我跟你不带一个次元 这边既然现在是一个送中会觉醒在好时期 怎么还不送呀 这么畏畏缩缩呀 这么畏畏缩缩 就真的只能当死中内打了 这一局是完全没有必要当死中内打的 占了主中便宜以后及时跳内 嘲讽在理点跟中会的身上 反贼也有一定的韧性 因为曹职他比较难死 反贼也有一定的韧性 是很好打的 下一圈开始就会进入一个不敢送中会觉醒 因为送中会觉醒 主中太强打不过了 躺枪了啊 这边离间离点其实是比较扯淡的一个事 应该还是应该给队友补牌的 还是应该给队友补牌的 就离间离点送往戏的 现在没办法 现在你再送中会觉醒就不行了 现在送中会觉醒 中会也没嘲讽了 跟刚才的情况不一样了 因为中会又吃到头了 而且反贼现在比较弱了 你送中会觉醒 变三个强将在那打 三个强将打两个半强将了 这曹职现在只是个沙包 算不上是个强将 这么下去 现在就不能送中会觉醒 先打死离点再说了只能 局面不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 渐渐的场风被吹跑了 这样的话我们戏制裁也就是个摸牌白 顶多就是没嘲讽 一个没嘲讽的摸牌白 蔡夫人进入托管状态 这边曹芝不肯给收还是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你怎么说了 不过这边的确是 这边中会有朱雀雨扇的 你不给蔡夫人收能怎么样呢 对吧 不过曹芝自己有酒 那我就想明白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 只能跳 连弩又不敢给曹芝 怕他去同左词 就很难受 对吧 非常难受 那看看闪电能不能帮忙吧 对吧 他肯定继续举荐啊 没血也没关系啊 给我们家里点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个浓眉大眼的也背叛革命了 难道我们真的是忠诚 我睁开我的狗眼看看 我真的是忠诚 我刚才是杀了李点了吗 是不是忠会太像内了 这左词该不会觉得 戏子才杀李点 是为了送忘戏吧 听起来 不是 从另外一个脑回路来说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戏子才杀李点 忘戏 然后左姿趴 举剑送牌 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主要是戏子才太不向内了 而且前面也没有任何跳内的动作 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 但接下来问题又严重了 就嘲讽落到主宫那里去了 就这比嘲讽落到我们这里还要可怕 嘲讽到主宫那边去了 怎么办 主宫还扛得住吗 来了个酒 诶 这个曹哲 这张酒是明大 西子才是明没陶的 有陶一定就左词的 对吧 因为就了左词自己能直接回的 就不存在说内阶要炸中城陶的 不用炸的 那么西子才现在是一个明酒 你怎么能打他 更不可能说你还能炸到陶 炸不出来的 因为是明酒啊 好了啊 打血伏笔啊 宏大给主宫送两张 真的出了个陶 这牛 那第二次就不给了 这还算巧妙 该给给不该给不给 主宫总算没有被 总算没有被这个 金钱蒙蔽的双眼 还算冷静 你看你会发现 忠会忠诚真的决心以后 其实是很打工的 对吧 很打工的 他敢给自己 他敢给自己拳击 那个牌翼吗 他肯定给主攻牌翼的 他现在还敢 慢悠悠战的臀牌吗 他杖八双拍的事情 做得出来 你知道吧 所以说真的碰到忠会中 你不去碰他 就你打工 你去碰他 他打工 你知道吧 攻守之士就是这么一眼的 这个我们不能给你的 好 这边忠会比较虚弱啊 看能不能出点什么神牌 搞得 哎呦 铁锁 刘逼了这下 过河切销 顺手切销 铁锁连环 主室叫没有选择收蔡夫人 选择把曹治打翻在地 可能也是怕主攻被那个曹治干掉吧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蔡夫人的人头就只能送给李典了 那就没办法了 这左词是想把人头送给李典 那李典断杀呢 还是想把曹治打翻在地 你倒也不能说他不对 对吧 那万一要是李典断 哦 他能传个木马 那要中闪电怎么办呢 我蔡夫人也 蔡夫人也脱管了 哎 你一中闪电就不脱管了 我天 李典还有五中 一中闪电就不脱管了 好吧 你跟脱管也没什么区别了 哎呀 其实这个打的不对的 火宫应该留着给曹治的 因为蔡夫人杀决斗 哪个打不死啊 曹治你肯定只能靠火宫打死的呀 除了火宫什么打得死曹治 你告诉我 啊 有个酒杀 南蛮入庆 能不能把家一拆掉 哎呦 流鼻泥了 卖了个萌 送了个顺手 也不能算卖萌吧 掉不掉血 给不给都一样 最后这个开南蛮 最后这个开南蛮 搏那个 搏黑牌还不错 其实呢 先不开五谷更好 先不开五谷 开南蛮 看能不能把家一拆掉 拆掉以后 根据手牌 因为你还有一次 筹策嘛 万一筹策是红的 你再考虑开五谷 看能不能把家一拆掉 如果筹策是黑的 不需要开五谷了 我还开什么五谷 就可以直接那个了 拆掉加一嘛 就赢了 而且你还要根据 你筹策天度的那张牌 来决定 怎么打 最终还是赢了 应该说 这局其实赢的 还是蛮不容易的 这个左辞的化身 还不错的 又有中会这样的忠诚 可能战局的过程呢 就自己和那个对手 都打得不太好 但是这战术 这个战局本身 有它的价值存在 首先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当你跳中打的时候 思路是什么 很简单 占便宜 跳反打也是为了占便宜 占反对便宜 那跳中打当然也是为了占主中的便宜 对吧 当然主持角是占到了主中的便宜 吃了两次举荐 所以呢 可能既定思路也差不多达到了 然后就是如何处理中会这种类型的忠诚 其实很简单 中会也好 邓岸也好 就催熟 把他们催熟了 亚苗助长 让他们给我们打工 至于最后如何单挑佐词 就续报比较好 这一局的主持角呢 是选择装内奸续报的打法 刘奇是跟徐玉的向心是比较差的 但是因为他本身强度够高 所以说呢 算是有一定的能力啊 就强将 不要提什么向心不向心 我是强将就行了 只有弱将才谈向心 懂吧 小孩才讲对错 大人只谈利益 弱将才讲向心 强将只看降面 这边曹屁跳了个钟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边有个7号位马超 那曹屁真的是钟吗 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就留其钟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这曹屁钟实在是无法接受了 要么就是个内奸 这边徐玉躲过来这刀九杀还是蛮关键的 细致才也是那种向心不太合的 感觉 我觉得他仙服举兽是比仙服徐玉要赚的 真的 我觉得仙服举兽是比仙服徐玉赚 感觉是曹屁内奸 因为细致才实在是太重了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细致才内奸 开什么玩笑 这个是能放天三杀的 不过马超没有这个水准 马超没这个水准 这边主视角是想偷这个举兽 主视角想偷这个举兽 你知道吗 他想偷举兽 可能是真的被他偷到了 想法是好的 可是这个 这个这个借刀是可以放天三杀的 所以说还是挺冒险的 这边再拿桃救一下 我给他稍微解说一下 细致才筹策 天派是个桃 被司马仪改了一张黑 然后细致才反手拆了司马仪一张桃 刚才是姐姐拆了妹妹 现在是妹妹要拆姐姐 这边司马仪两张桃 跟细致才一张桃 一起一起去给举兽三个桃 我们都知道是贡品 对吧 贡品一般都是叠起来的 就两个桃跟一个桃叠起来 然后给举兽上贡 上贡了 举兽你安心的去吧 三个桃跟你一起走了 这个你在阴朝地府 也不会缺陶了 你就认了吧 真的要死了 这细致才 哎呀我的天哪 实在没死 闪电啊 马超要死 哎呀 这贾许回来了 我以为他跑了呢 你 出个村妇 你敢 不是 你要跳内 你先打刘琪 然后再收马超 那贾许就给你收了呀 你没跳内 贾许凭什么给你收了 啊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个浓眉大眼的 也背叛革命了 这贾许你傻逼吧 哎 你马上 你收了马超 都有可能把群羽干死 你竟然 不要马超的人头 啊 你告诉我这马超有什么用 啊 然后 我成天福了 这谁就在 数字 既敢 烦我 这群羽太拼了 这哪还敢屈虎呀 这要是没杰命到逃 被贾许一个大不是弄死了 这这这贾许疯了吧 哎 现在跳了 累了 你还要这样打 那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打工吗 这个这时候打得不错啊 好了 那你等着投降吧 准备棺材吧 啊 假许 准备棺材吧 好 孤家寡人一个啊 回来就纯粹来捣乱的 真的 这假许纯 回来纯粹就捣乱的 还真的有草皮 还真有草皮中啊 还真有草皮中啊 主持角最亮的就是 偷了一手举兽 但是我说了 因为借刀是能放天三傻的 所以风险也蛮大的 就高风险高收益的打法 至于细致财 司马仪 假许 大家乐呵乐呵 也是挺好的 反正我 我是因为 我是因为笑了会咳嗽 所以不敢大笑啊 不然我刚才其实也要笑出来了 我现在笑了又会咳嗽 就不笑了 你们笑就行了 下一把 主攻了 鲁支主 鲁支这个武将啊 做主攻其实蛮强的 我后来恼杀了一下 我觉得做主攻蛮强的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被针对 而且轻中也不是锁定计 魏晋 进可攻退和手 对不对 轻中也不是锁定计 魏晋 进可攻退和手的 配合度高 能针对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配合度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挺适合 做主攻的一个武将 好 其说有杖八 而且重复的牌比较多 那可以直接魏晋 而不是直接轻中 这边国家既然不跳钟 那我们就装个加一 不跟他换 大家顺便跟大家说一个小贴士 就是当你是全场手牌 最多之一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跟自己交换手牌 那就是点取消 就是可以不换 就如果你也是 手牌最少的之一 你可以跟自己换 就点个取消 就是跟自己换了 那如果要是你 就如果要是 你是唯一呢 唯一就不能换 唯一是不能换 之一是可换可不换 所以说其实自由度还蛮高的 这里习惯不太好 魏晋这个东西是 能不用就不用的 就是因为魏晋它不会消失的 手牌是会消失的 其次魏晋可以当杀楚的 手牌不行 当然了 已经过了自己回合的情况下 魏晋也就借刀的时候能出了 再强调一下 魏晋只能使用不能打出的 使用和打出的区别 还搞不清楚的话呢 这个三国杀的 就可能对三国杀的认识 就太浅薄了 大致来说就是 使用是牌面 打出是牌面以外的用法 但是因为现在 还有更多的用法了 所以说不能单纯的 这么来说打出 就是在可以指定 你打出的情况下的用法 比如说南蛮是要打出杀 万简是要打出伞 还有司马仪 司马仪把那个手牌拿出去 改判 那个也叫打出 那个也叫打出 因为他不是用牌面嘛 他用的是花色跟点数嘛 这种一般都叫打出 这边 曹瑞是可以考虑 一张牌的话 可以考虑给黄盖的 感觉给我们主持角没啥用 不如考虑给黄盖了 对不对 黄盖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 打官员平打得那么狠 当然他可能是考虑主持角需要一张闪 从这个角度来说倒也没错 是挺需要闪的 被这个官员平打得 屎都给你打出来了 这张鹿好狠啊 陆迅也就是个疑似中 其实内面是很大的 陆迅内面是很大的 不留情面 真的是不留情面 死了一个 陆迅也没有起名 难道真的是黄盖内奸 有张鲁在 八卦其实没什么用 你看这张鲁 张鲁因为 因为鲁之脑门上 因为乐是敌人的 他就没有放红桃 事实上应该放一红桃 一飞红桃 对不对 结果害得马良 哎马良怎么出来了 他听过了 你妹的 我刚想解说 你让我把话说完再听住 好不好 还好 火宫这个关一瓶的时候 没有人出逃 而动只有马良一个人动过 主持角观察得很仔细啊 没有浪费任何的牌 这点很不错 而且南蛮开出去 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甚至有可能打死陆迅 还真的是黄盖内啊 太流鼻了 没办法 我的卫尽 奉献 黄盖世真的可以这么玩 他是中的话 真的可以那么玩 但是因为 因为鲁之 比刚才比较危险嘛 有桃应该吃掉了 万一曹瑞呢 真的有很多桃拿去救陆迅 后面事情讲不清楚了 那也没办法 其实就比较 比较温和的打法 就是打张鲁 国家肯定是不能打的 打张鲁没问题 因为 因为曹瑞有那么多牌 黄盖你先动手 曹瑞跟上 张鲁不死也得死嘛 对不对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打张鲁 就没有那么多事 不过 黄盖这么打 我也没什么意见 有时候打得拼一点 对吧 高风险高收益嘛 这边国家队 这边国家队危险一无所知 你已经死了 主视角 亲中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业余啊 就该不亲中 就应该直接 你已经死了 对不对 不错不错啊 还是挺赏心悦目的 看着 让人觉得很 很痛快 下一把 又是左资主 投稿里面左资主肯定多 因为左资主花样百出嘛 最容易出现那种比较搞笑的东西了 所以投稿左资主也比较多 红颜 他要干什么 他要坑白虎吗 你拿这张顺手 需要瞬性载就得坑白虎了 也没有 哎 红铁锁 强强抄 我看他那张黑刀顺手 我就想笑 结果来了个黑刀铁锁啊 真就有笔啊 我们怎么办呢 飞人一个 三个唇 果子只有个天香 好像他们都把我们当反贼在打 邓爱也是跳中的 但邓爱室内应该是 对吧 他们都把我们当反贼打 然后反贼也没人管我们 这个就很难受 而且月音中乐了以后 身份就说不清楚了 这边跳两钟了 其实两个人都向内 都可以做内的 感觉邓爱打得更积极一点 应该是邓爱中 白虎内 这边戏史财 这边戏史财 搞的是 扶的是左词 这戏史财去拆 邓爱的八卦 不是八卦 那人王的冠你毛 是啊去拆 你要不再拆一张 这戏史财去 这戏史财去拆什么 拆元一的酒 身份真的搞不清楚了 你哭瞎了呀 然后 我要说然后 现在才肠子都毁清了吧 明的不拆拆暗的 没想到还有 没想到还能有这种效果 怎么又来了 余神将 余神将 你醒一醒啊 余神将 余神将 你一魂不散啊 余神将 大家注意啊 镇军这个技能 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你可以七只一名角色 X张牌 X为七 手牌数减体力值 你们知道余神将 这个技能有多坑点吗 首先 他不能选 就是 我少拆几张行不行 不行 你必须拆 手牌数减体力值 然后其中只要有 你看他说 他说什么 然后选择一下 你七只等于其中 非装备牌数量的牌 就是说 如果七的全是装备牌 那么就我 那么就可以免费拆了 问题是 只要七就有一张不是 那对不起 他就得摸 除非你能 气质同等数量的牌 然后左次 现在没有牌的 所以说 他无论拆了 细致才多少张装备牌 只要有一张 不是非装备 他就必须摸 你这不是宋志恒吗 细致才前面 细致才前面 大部分牌 都不是什么好牌 他筹策的那个牌 都不是什么好牌 更不要说 他拆细致才 还加一都给拆了 那加一有什么用吗 要怎么办 这么疯 这 这还不如 攒张杀算了呢 这你指望 一刀杀杀掉细致才 你怕不是活在梦里 阴魂不散 余神将啊 天香 来一发 严重怀疑 这个九是左次送上来的 不过 不过这个细致才 也没办法 他不南蛮入侵 把左次这张牌打掉 他就没有办法 直接打九杀 他直接打九杀 有可能真的就被 左次弹死了 看来我们也不是 一无是处啊 七手装身份 也不是 七手被装身份 被资源的 对吧 七手被资源装身份 然后坑了黄月音 现在又用唇 可以给左次续命 你也就是点出息了 孙鲁豫厉害了 我跟你们说 孙鲁豫最厉害的是什么 孙鲁豫最厉害的 不是他可以玩别人 他是可以玩自己 他可以玩自己 你知道吗 现在一个人死了 黄月音已经是一个废妙了 哎呀 现在还活着 最后一个存了 那我们现在 真的是很难受啊 被这个戏子在搞的 被这戏子在搞的 魂不附体了 有观众问 邓爱的田 能不能被木木 哎呀 这个事可能还得跟大家说 我说了四五遍了 百分之后 可能还要跟大家说 戴爱的田 不能被木木 为什么不能 我跟你们说啊 把孙鲁豫的技能 再读一遍 就是 哦不行 这个得让你们读止息啊 哦止息来了 给你们读一遍止息啊 若你于出牌阶段内 使用过锦囊 你的锦囊牌是为啥 注意后面对句 你的锦囊牌是为啥 我问你啊 田是锦囊牌吗 田不是锦囊牌 田是一张移出游戏的牌 可以作为顺手牵阳使用 所以田不是锦囊牌 同样的道理 乱击的时候 你乱出去那两张牌 是锦囊牌吗 不是 什么牌都行 所以说木木不封 所以说木木止息 它是 不是木木啊 那个叫什么 媚步 媚步止息 它是封不住转化的 转化是封不住 因为它只能让排面是锦囊牌的牌 变成杀 所以这两者是完全两个概念 排面是锦囊牌的牌 变成杀 转化的锦囊 全部都可以用 火柱格可以火计 邓爱可以用田 等等等等 包括袁绍可以乱击 寻游可以骑侧 都可以 这其实是两个次元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很多观众会搞错 分不清楚 三国沙的系统太复杂 想让你们彻底明白这个东西 你得弄本教材 弄本教材 从头到尾讲 从使用跟打出的区别开始讲 这样所有的技能才能懂 那这本教材可能得由我来出版了 那就没办法了 改正我有空写一本三国沙教材了 这里又牵涉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如果陈浦被止息了 他能不能拿锦囊牌 去那个发动纯牢 从牌面上来说是可以的 从牌面上的写法来说是可以的 因为纯牢它是结束阶段的技能 纯牢是结束阶段技能 止息是回合结束时才消失的 牌面上面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这局能不能给你们看到 反正牌面上可以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 我不知道这局有没有机会给你们看到 能给你们看到当然是最好的 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好讨论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 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玩陈浦的 主视角这局也就是 因为他的队友比较厉害 那他自己屯存自然是 能够有一定能力 那跟个话头有什么区别吗 不就是个话头吗 这左思好没用 来了 无中生有 一招顺手欠扬 他打掉了 他打掉了 估计主视角也不敢尝试 但是你们注意 你们注意 就是 这个时候已经过了那个时机了 所以止息这个技能就没了 但按照我的理解 刚才我点暂停的时候 已经到结束阶段 就结束阶段都过掉了 按照我的理解呢 止息是 止息是整个回合都有的 整个回合都有的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不知道他系统怎么做的 一不知道他系统怎么做的 二我也没见过 排面上应该是可以 主持下最终是死了 但是呢 反正帮主攻续命续到这个地步 任务也完成了 主攻连伤势都出来了 主攻可以 故意崩死西之财的 但估计他也不敢 他自己也熬熬于追的 而陈谱作用倒是起到了 没他主攻早死了 细之财 就先辅敌人 先辅敌人的细之财 你就得做好这个下场 就你细之财去先辅敌人 只要这个敌人不是回复戏的 你十有八九是 十有八九是这种下场死的 这边这个妹部 也不知道是不是帮忙 也不知道是不是帮忙 因为左辞 因为左辞的那个再起牌是名牌 左辞的再起牌是名牌 就意味着 只要左辞看不出无中生有 他是没有杀的 但是孙鲁豫非要去 因为孙鲁豫自己有无懈可击嘛 对不对 结果孙鲁豫非要去这么搞 结果反倒是把孙鲁豫害死了 不是孙鲁豫 是张鲁豫害死了 最终白虎也死得比较惨 邓开也不知道有没有逃 孙鲁豫继续在玩自己 这一局孙鲁豫最大的亮点 就是玩自己了 他玩自己玩了个爽 玩了个爽以后投降了 换个次元继续玩去 我看看这东西到底有没有逃 没有 其实反对离打死 左辞还差很多 我本来以为反对打死左辞 就只差一步了 看来也是我想多了 很好 主持角功劳也是不小的 不过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玩陈谱了 这没什么用 反正我不用 你们爱拥有 终于出现了 孙鲁 我们是郭皇后 先到玄妙 俗人安得其法 过功 小宝宝火了一下声测 我们去杀左辞 为什么不杀二张可以占便宜 还是说觉得左辞不一定是反 不想给反的拉嘲讽 左辞还真不是反 我知道了 主持角是故意杀左辞 因为他不想去杀明反 给自己拉嘲讽 好像是对的 这个二张怎么引到嘲讽 就身份乱掉了吧 身份乱掉了吧 这个是真忠 这边谁是忠不知道 感觉身份乱掉了 现在身份是挺乱的 左辞应该是忠 左辞去杀二张的嘛 二张减排也不好说 这个是反对吧 哇这么疯 小白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孙策你怎么觉醒了 不是不是你怎么 不是孙策啊 我知道你想维持最强防御 知道吧 就对孙策来说 这个状态是觉醒 因为这是他的最强状态 但是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啊 这边夏宝宝给了我们一个桃啊 这也不知道他是 他是不是故意的 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呢 还是无意的 反正现在局面非常的 还受不到脚吧 只能知道过了 难受的一逼啊 这二张到底是不是反啊 无险可击孙策 你就不怕马超杀一刀孙策吗 这帮反得能护杀成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这夏宝宝宝 其实打的是非常有想法的 他就是为了送孙策觉醒啊 但是孙策不领情啊 马超杀 杀 没有那种东西 难受啊 主视角被迫孙策觉醒了 这你总醒了吧 我怀疑他压根就没闪 收了一个 收了一个还不错 而且收的是左慈 还收到桃了 很赚 主视角 不肯放弃这把古丁刀 而且这把刀比较短嘛 也威胁不到生存 好像二张是威胁得到的 但二张把那个刀贴出去了 而且二张贴的特别差 这怎么把短刀给关羽 长刀给月鹰的 这个时候 关羽有个大点吗 孙策死了呀 难道是贴了 清刚的时候才出的方天 那即便是这样 你也应该有这个意识 把短刀贴给月鹰 这样万一真的出了长刀 就贴给关羽 他还是不对 就算方天是后来的 也洗不清他的罪念 大Q 我跟你说 只要长刀是关羽的 孙策有逃也没有 这个马超打得到二张的吧 他不打二张 他打什么月鹰啊 你要么打关羽也行啊 过河拆桥顺手欠阳 啥 没啥重 看来古丁刀也没什么用嘛 二张怎么吃桃啊 你不知道 郭皇后有那个的 郭皇后有矫照的呀 你这桃一吃吗 顺手九杀死了呀 当然他可能是不想 桃被顺掉 那桃被顺掉 也比你直接死了强吗 也比当场去世强吗 好吧 去世不了了 这马超太没用了 他手上大概还有一张武器 哎 二张 你这么年轻啊 而且更 哎呦 牛逼了 可以变铁锁了 可以哦 哎呀 二张啊 我们要谢谢这个二张 顺便把马超也带走了 帅呆了这波 还不太好 关羽也收到了 这什么玩意儿 那就红沙强打呗 反正 反正家要拆掉的 陶吃了 然后挂连弩 强打 不会吧 不打 哎 怎么能因为是红沙就不打呢 我问你们 主视角已经出过沙的情况下 孙策 万念奇发的时候 如果他身上有酒和闪 是你出酒还是出闪 我主视角杀都出过了 然后万念奇发放出来的时候 我孙策有酒又伤 我当然出闪了 我出酒 我傻逼啊 我 这是不是因为这孙策一定没闪 所以哪怕 孙策手里还有酒淘 你这个连弩挂上去 也是逼酒淘的 红沙给他寄仰一张 就寄仰一张了 寄仰一张算什么呀 跟你接下来遇到的灾难能比吗 你这一巴马什么都没有了呀 还有就是还留个屁的桃啊 是我我就把连弩留着 而是我就 这种时候我的手牌就是一连弩一杀 摸两杀我就连弩三杀 对吧 摸两杀 摸两杀EX 我就连弩两杀 然后放万箭 对不对 哎呀 吃了个冰 孙策这个时候思路就不对了 就不能出杀 就被动防御 就八排阴姿 八排阴姿这样的 就不要进攻 进攻反而有可能会出问题啊 等把郭皇后扒光了再进攻 没扒光就先别进攻 你看 如果连弩在的话 是不是可以连弩两杀 然后放个万箭 现在就还差一点 这是使用郭皇后的人 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用这张牌的时候 没有点矫招这个按钮 这张牌就变成 它原来的牌面用出去了 这种事情是时有发生的 我一看就知道 是这种事情发生了 那么这场游戏就从 就从一个非常血酷的一局 变成一场闹剧了 试证明孙策英姿了两次都没摸到闪 可能他拿连弩红砂筒 直接就赢了 可能他连弩 可能孙策当时拿 那个红砂筒就直接捅死了 就穿掉了 就当场去世了 你看吧 就这种东西 而且还都是黑的 帐巴都用不出来 太没用了 那么如何防止郭皇后在用的时候 不小心 没有点矫招 把那张关键的矫招牌用出去 首先是注意力集中 深呼吸 不要着急 充分利用独条时间 这些都是废话 当你的手牌茫茫多 废牌很多的时候 拿闪脚招 当然了 这局没有什么余力的 这局的话 我们看到主持角刚才 淘 杀 八卦 装备 全部都是会不小心点出去的牌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就更要深呼吸了 当你废牌很多的时候 拿闪这种不会打出去的牌 脚招 这是一个技巧 但是这个技巧 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你如果注意力够集中的话 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意义 如果它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说明你在心平气和 锻炼心态这方面 还没有做得更好 还能可以做得更好 当然了 如果闪是有意义的 你就不能乱搅招了 你说我为了怕我点错 我把唯一一张闪拿去搅招了 然后怕被人一刀砍死了 那你可别说你是我的粉丝啊 你别说是我教你的啊 你可以说是火树教的啊 你可以说是火树教的 我觉得我觉得他应该会这么做啊 这边是蔡文基啊 这边主持者是先开南蛮 不过这样的话 张宋也挺危险的 我不知道张宋有没有留好足够的杀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因为南蛮毕竟是他给我们的 杀 主持者要打九双杀 因为这样子一来 才能保得住张宋 其实不对的 结束阶段杀人来不及的啊 已经崩了 不过 至少 至少让张宋不会被黄中打嘛 既然张宋 这么够 意思对吧 我们有击杀牌 自然也不能怂啊 不能怂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 马良跑了 不知道什么套了 不管他 九杀上了 陈琴先不放 你的 可以有啊 但是我们看到了 就是只有出牌阶段 这个阶段里杀人才行 我后来那个去研究了一下 就是 比如说你夏侯渊 在准备阶段杀了一个人 然后张宋限图给你 你在出牌阶段没有杀人 那么张宋崩不崩 还是崩的 必须是一个出牌阶段内杀人才行 所以说张宋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他限制还蛮多的 包括不是你杀的人 是其他人杀的人 比如说你用戒刀杀人杀的人 或者张宋自己 比如说张宋限图给你 你戒刀张宋杀了一个人 张宋也崩 然后那个 比如说那个 西子才崩死的 就无伤害来源的死人 或者是春歌这种 绝情的 张宋也崩 必须是张宋限图的这个人 亲手杀死的 而且是在出牌阶段杀死的 才能不崩 所以说张宋也是蛮苦的 怪不得当年被刘被害得那么惨 哇 怪不得反的一个套都没有 都在马良这个2B手里 那现在 岂不是优势茫茫大 就是张宋摇摇欲坠 记载也是中 就是张宋比较摇欲坠 陈琴 七排阶段的陈琴还得起 这比较惨 这边我们挺无奈的 只能拿无谢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拿的牌 可以来了个桃 但是被虽然他抢了一张 看张宋限什么 限刀给我们 还卸了个雷沙 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直接捅诸葛锦 主视角比较怂 没有捅诸葛锦 为什么我说捅诸葛锦呢 因为诸葛锦手里三张牌 有一张闪 刚才被戏塞逼过了 有一张是五股风灯里 拿了红的过壳拆桥 他真正意义上 起手的按牌 只是一张了 还有一张是牌队里摸的 这种情况下 你打两火砂 打死这个诸葛锦的概率 非常的高 而且反贼现在 暂时还没什么逃 内奸也很难 掏两个桃出来救人 虽然说你压 苏仰相的血 然后也不亏 但是你要记住了 这个乐是中不了的 这个乐是中不了 诸葛锦拿那张 是红桃的过程 不要想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应该把诸葛锦打死 把诸葛锦打死以后 这个乐贴上去 威力就大了 哪怕 哪怕 尸葛锦没有被压血 他也没有关系 反正然后 灯爱就不会行 闪电还没了 这个局面就好打了 所以说主视角 一开始很勇 我很欣赏 但是在真正 更应该勇的时候 最该勇的时候 他怂了 他没敢双火砂诸葛锦 他患得患失 怕诸葛锦闪连闪 或者还有闪 你想多了 我见过的诸葛锦 都是摸不到闪的 这要看陈琴了 这要看陈琴了 还好 上次还是比较给力的 这还拆什么 这还拆什么刀呀 这算是要活得了吗 拆刀 关键时候 细致才也犯魂啊 这还拆什么刀呀 不能拆刀呀 不能拆刀呀 这张宝贝的火砂呀 但是这个没办法 掉血就要崩 这个刀是留着旧张松的 万一中两枪没死 对不对 这没办法了 张松必须救 这张松也不敢动 哎难受啊 火攻难瞒 没错打死就是了 两个无蟹正好 总算张松不疯了 一号无蟹 二号无蟹 哎哎哎哎哎 陈琴不要在这里用啊 等一下 不管邓爱跟诸葛景打谁 你都能陈琴另外一个人的 现在有无蟹就用了呀 就那个什么了呀 这无蟹可就用了呀 这陈琴就这么用掉 诸葛景跟刚才比 过了好多张牌了吧 他还是没有闪 哎 打不出第二个火杀了 可惜了 还好啊 这个张松这个桃 应该是献徒献上来的桃 运游运气不错 拆个连弩 这个牌吧 其实也是给邓爱送的 邓爱前面就应该先顺 应该先杀 送的牌 再能顺手拿掉 然后再杀 这样就对了 可惜的是邓爱没这个水水 还是出了点问题 最后顺了两张废牌过去 没什么用 张松还是死了 兄长 你 怎能不念 手足之情 大家注意啊 木马里的牌 不能囤田的 因为木马里的牌 不属于任何人 它是属于 移出游戏的那种牌 它属于移出游戏的那种牌 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 就是邓爱的田 它都不属于邓爱 是邓爱 可以使用这些田 你明白 邓爱的田 不属于邓爱 中会的权也不属于中会 但是它可以使用 它有资格使用它 同样的道理 木马里的牌也是的 木马里的牌不属于任何人 但是拥有木马的人 有权利使用这些牌 但是木马本身是邓爱的 就木马被拆掉 木马那次 木马失去的那次可以囤田 但是木马里任何一张牌 失去 邓爱都不会囤 这也是有部分技能 木马里的牌 不能响应的缘故之一 因为有些牌 它就规定了 你必须是 必须是使用 你亲自拥有的手牌 才可以用 有个双决斗 看看这个细致才能不能 能不能狗下来吧 这个绝望了 这一波有点绝望了 真的有点绝望了 成绩也没地方成了 所以说刚才蔡文基这里又打错了 哪里打错了呢 双决斗邓爱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次陈青的机会 那他们打细致才 你还有陈青的机会吗 没有了吧 在细致才身上还有 如果细致才已经只剩一张牌了 陈青其实也蛮冒险的 有可能会被迫 陈出四色 都是有可能的 裸奔就更不说了 对吧 但如果要是 气质才首牌比较多的情况下 陈青就是一次制衡啊 有的人可能会说 五张牌怎么可能陈出四色 那如果要是 气质才正好 第五张牌是他想要的牌呢 那你说他怎么办 第五张牌正好是他想要的牌 你说他是陈出来还是不陈出来 是不是很尴尬 现在形成一个很难受的主内反 不过邓爱这动作也太快了 邓爱 邓爱这么快去控反 不是好习惯 完全可以往木马里放牌的 这么快去控反 反贼不肯跟你打工 他就给你撕破脸了 对吧 没法续爆 用了也就用了 能续爆的为什么不用 这么快跟反对四颗连 这邓爱以为自己能上天嘛 主持人要坐收鱼利了 我的天 哎呀有观众问 为什么烟雨不能 这个烟雨的那个杀 它是重铸 就像铁锁连环 放木马里面 不能重铸 只能使用一样 木马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 你可以将一张手牌 扣制于装备区内 巴拉巴拉 最后一句话是 你可以如手牌般使用 或打出木马下的 木牛流马下的牌 如手牌般使用或打出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使用和打出是可以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司马仪 他可以把那个 就为什么司马仪 可以用木马里的牌改判呢 因为司马仪 用木马里的牌改判 那叫打出 诸葛景是怎么写的 诸葛景是 打那个叫什么 你可以 然后你可以打出此牌 代替判定牌 诸葛景也可以打出 但是为什么 诸葛景用木马里的牌 打出之后 他不能弘元呢 因为木马里的牌 不属于他 懂吧 至于重铸就不行 同样道理 拼点弃制这些都不行 你不能 你不能火攻 别人的时候 拿木马里的牌 因为木马里牌不能弃制 你不能拿木马里牌拼点 因为不能拼点 你不能用木马烟雨 因为烟雨是重铸 是重铸 现在三国杀的身份剧里面 有重铸这个概念的 就两个 一个是铁锁连环 一个是 这个 小博士 其他情况 还有 就身份 就是那个 身份以外的很多场子里面 还有更多的 那个重铸的情况 比如说 虎牢官里面 你可以重铸武器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 新三国杀里面 有一个武将 叫什么路抗 还是路基啊 反正拿了个技能以后 他可以重铸装备 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 将来重铸这个概念 会越来越扩大 重铸这个概念 会越来越扩大 对了 国战里面还有 那个知己之笔 对吧 你把知己之笔 放在木牛牛马里面 国战里面 就不能重铸了 一个道理的 这边进三挑了 诸葛顶 是不可能打得过蔡文姬的 但是 雌雄剑也不太适合 用来调戏诸葛顶 我知道主持角想什么 主持角想的是 因为红牌 黑牌的概率是50% 随着雌雄剑 不停地叮 红牌会越来越少 黑牌会越来越多 到最后诸葛顶就没有 黑牌可以用了 这个思路不能算有错 但是 你有充足的杀吗 这要建立在 你有充足的杀 这个技术上 当你断杀的时候 当你断杀的时候 或者你没法出杀的时候 你刚才用的雌雄剑 去钉诸葛顶 就是在送牌 只有当你全都是杀 出了杀 没有别的东西 之后 就是你短时间内 根本就不可能断杀 那么你通过不停地 钉诸葛顶 这种去钉 人王队就更扯淡了 我就是不说了 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去钉 后面没得钉了 你就是送牌 你能持续不断地钉 诸葛顶红牌 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钉到最后 他就真没有了 所以说是看情况的 当然了 即便没有雌雄剑 蔡文基也是吊打诸葛顶的 诸葛顶的 诸葛顶光有一个 这个明哲 不足以打败蔡文基 蔡文基能一张好牌 当两张用 这就够了 蔡文基一张好牌 当两张用 这就够了 更不要说是个 四血蔡文基 四血蔡文基 就是吊打诸葛顶 好了 最终是很轻松地打死了 诸葛顶 而且我们发现在蔡文基 真的不断杀之后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红牌给丢了 好的 最终是赢了 其实还是比较沾两个忠诚的光的 主视角七手 其实打得也蛮 就是他干掉黄中那一手 蛮果敢的 在张松已经跳的情况下 你不打得果敢一点 是有可能要出大事的 因为全场都知道张松中 那打死他呗 打死他就四打三 甚至四打二 对不对 所以说那时候很过关 但是后面 有了小优势之后呢 反而又开始犯魂了 可以看到出来 是一个粗放性选手 大方向上 没问题 就是真的到把握细节的时候 不行了 你想想看 打不死诸葛顶 诸葛顶有红桃 孙上香就不会中乐 孙上香不会中乐 你压不压他血 不重要 对吧 孙上香不中乐 孙上香就会送 这个邓爱觉醒 这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 所以说核心点就是 打死诸葛顶 就可以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敢 堵着两张红杀呢 火杀呢 对不对 还是对牌局的观察 不够仔细 又是一个主攻 不自主 看看有什么 好 这边蔡文基遭了天谴了 宏德 这么信任这个寻语 莫为假许 当然不是好人 打死再说 给雷给奇的 先打死了再说 见证 被见证了 还真是种 但是没有截命空间 这个就很惨 盖哥又来了 输了一次 一点二点 这黄爱的点那么小 你也有脸去打琴蜜 黄爱又乐了心才 乐心才 我怎么觉得这么奇怪呢 这谁也乐不到心才头上去 可能就纯粹的 因为心才牌多 他很害怕 这么看来 就是乐错了 除非假许不是反 你说他是不是了 蔡文基没动 他居然没墨制 真的是乐错人了 我用不废弃 铁锁都认啊 我觉得你主攻也没危险 要什么闪 铁锁留着 对不对 我觉得铁锁要留的 这边主持者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两次红德都没有给黄盖 太不应该了 你说他留什么牌 抱也算了 这黄盖中兵你不给红德牌 寻与前面也应该想办法给黄盖 结命一点牌 好吧 可能是真的没逃了 他真的学结命估计就死了 掉嘞 黄盖这个血掉的真的是特别的亏啊 下一步怎么办 有个红决斗 这 你不打红决斗 我知道了 他想把琴蜜的牌逼光 然后反手把琴蜜弄死 是这意思吗 这边是 起手 这张牌是被琴蜜控顶的 强行拿过来 还真把他牌逼光了 九杀干掉 有一个陈琴 还有陶 定判 杀人 杀了人以后再定判 这打的就不对了 如果 如果他顺利的收到了蔡文基 然后现在琴蜜身上 正好有一张牌 你收了杀以后 又要被 又要被这个了 收了人以后再那个 疯了 疯了 真的是疯了 实在是拿一个错误 掩盖另外一个错误 然后正好被他摸到个红杀 琴蜜为了救队友自己死了 这琴蜜 这琴蜜就不对 他应该放弃假许 放弃假许 然后就靠他琴蜜 这个金字招牌 就反正夹去死了就死了 他不死也难 就让他去死 然后琴蜜就靠自己的天变 来跟这个 这个布置搞 说不定就 说不定琴蜜就活下来 琴蜜活下来 拿张杉一刀就把布置打死了 宝大还是宝小 那当然是宝大了 死盗友不死平盗 这张一仔 不把黄盖弄死吗 他没逃 他没逃管主公吗 没逃管主公 黄盖炸降一下 这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算没逃管主公 主公还有一个回合呢 对不对 主公主公还有一个回合呢 这 这倒去打蔡夫人 内奸就有点宋祖宗了 内奸其实机会很好的 他砍死黄盖之后 主公还有个回合呢 靠这个回合再狗一下也来得及 现在是真没逃 或者 或者你就不要出这张杀 你要实在怕主公死 你就别出这张杀 黄盖 如果只有两刀的话 他打死了 蔡夫人 你就不会死 你再反手一刀把他打死 那你也赢了 最臭的就是 黄盖不打 还要去打反 这有一个歇后手效应 太明显了 这个 内奸的失误也是很大 下一吧 我觉得这些失误都是很不应该的 感觉刚才内奸机会特别的大 他甚至不杀那一刀都很有可能赢 就是多管闲事多出了一张杀 很多人就是有牌非要用嘛 你是有可能就黄盖打死 然后反手 蔡夫人把主公打死了 梅涛救主公是有问题 那就别打呗 别打 黄盖就算把那个 那个谁打死了 你反手一刀把黄盖打死了 也赢了 这边 这边春歌主啊 现在主公一个比一个厉害 内奸 当然我们内奸的这个 也是越来越风骚了 现在这种春歌左姿都不放在眼里了 从来没有放在眼里过 对吧 只要我们有 只要我们想赢 照样有信心赢 跟那些死太监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看看这个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平板人啊 这是平板啊 不是翻盖的啊 这是新时代的 对吧 翻盖的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我们这种平板才是未来啊 我看一下这个平板曹人怎么用 还真敢去酒杀春歌啊 不过春歌还是怂 我是春歌 我酒杀我就接了 我就接招了 真的我就接招了 有什么不敢接招的 你们反对敢碰我 我就敢接招 主持人是续爆了两铁锁 一张9就等一个属性杀了 万箭清过闪了 哇真凶 我们不慌呢 我们就等一张属性杀 看什么时候属性杀来 这边反对是很强的 马良二张张松 这简直是 这简直是 神仙组合你知道吧 看来没这个好命了 这边主持角特别的坏啊 不肯给左磁牌 也不知道是不是漏了 不知道是漏了 还是故意跳内 还是故意装傻 二张弄死 但是马良没死 马良张松照样厉害的 当然如果要是二张都没死 那就 那就恐怖了 你知道吧 我的天哪 马上你这乌骨你开得出来啊 这马良竟然不去拿无限 马良不拿无限 你想干什么 不拿无限 你想干什么 又是这种东西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个是真的厉害 总算是弄死了 二张对危险一无所知 然后这个张松是真的送 马良都不陷图 我跟你说 你这条命都没 都没你陷 马良图这两张牌之前 我是张松 我肯定陷 死了就死了 反正已经这么劣势了 不然还能怎么样 对吧 这也不陷图 那也不陷图 你甚至都不知道 马良手里 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淘 因为 方天三杀 二张是吃九杀死的 不就很正常的呀 对不对 不就很正常的呀 你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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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马良这个淘可厉害了 马良 马良那个 一波爆发打完之后 啪把淘 喂给张松 还能给张松 就把这么怂 玩什么张松 不要玩了 还是没属性杀 反正张松的人头 我们先拿了再说 故意拆掉那张闪 是九的吧 是闪 反正故意拆掉 然后看看反对 会不会去打 反正反对要打 就打我们不打 马良 有逃吗 并没有 反正马良愿意打 那就最好了 主视角现在呢 基本上 是半个白板在打 发动过一次栗战吧 违亏都没用过 这边月经还在 不知死活的效果 张中华 九杀 干掉左辞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 这个打法 这应该两个南蛮开出去 爆发了呀 就你这样打完之后 你就不准备开南蛮 问题是马良也是个问题 你让马良一直活着 也是个问题 春哥你不用管他的 春哥你不用担心他会死的呀 他气杀的 他气杀的 他的手盘不会太差的 反正不可能 被两个南蛮开死就对了 你这马良 你让他活着怎么行 马良这东西 出来就给你造反 你知道吧 这边其实有个小技巧 马良是可以把杀死 给张中华的 这样张中华就爆发不出来了 现在这个张中华 这个状态 其实还是蛮恐怖的 当然了 这样子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他做了一个 二运备反的修复手术 那就没有办法了 你看现在你再想打死马良 就没那么容易了 马良想防一刀九杀 结果被我们主持角 偷鸡偷弄了 可以 算是巧用了一发 这个违魁吧 主持角继续虚爆铁锁 看来主持角 对铁锁连环的认知 还是很到位的 哎 藤甲 在我们猪雀雨上面前 装藤甲 武中深游 武中深游不开啊 好吧 他觉得实际味道是吧 但是感觉春哥快扛不住了 春哥可能还会吃 吃一发那个效果 哎呦 吓死人 哎 来杀了 贴索电话 看看有没有无懈可击 确定没无懈可击以后 这张贴索就换了呀 要换的呀 九杀才是最保险的 你知道吧 九杀才是最保险的 春哥俩逃 俩逃的传说不是开玩笑的 不过呢 最后这个 违逃 违逃 这个朱雀沙 真的是很强啊 也为一开始这个 留的这个铁索 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到最后 还是得靠铁索连环营 打春哥这种主攻呢 就得打一波的 没有办法的 你跟他磨 你肯定是磨不过的 不过曹仁 也 如果春哥进单挑的时候 是满血的状态 曹仁也可以 一切战术短目嘛 因为曹仁 他是四血碧月嘛 就是你可以认为 他掉了血以后 变成个三血碧月 你可以把自己 当成一个貂蝉丸 真的是貂蝉哦 而且 而且曹仁要败血 特别简单 他委屈一下就能卖血 而且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那个曹仁进单挑 很难是满血的 而且春哥会主动打你的嘛 春哥打你就卖了血了 对不对 你可以顺 你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名字 涂掉啊 改个名字叫做貂蝉 然后你就用貂蝉 跟这个春哥打 一切战术转目马 就能赢了 所以说曹仁打春哥 还是 还是很 还是很有一面 一面很高的 当然春哥 如果是掉过血的 尤其是掉凉血以下 那就打不过了 公且放心 这里有我 韩娜这么疯 我是不太同意 曹仁掉过血以后 还仍加一的动作的 现在有些人呢 他打牌太公式化了 完全就是矫枉过正 什么 比如说飞影江维 我们会嘲笑一下 对吧 有的人飞影曹批 飞影巡逾也会嘲笑一下 飞影孙策也会被嘲笑 问题是你曹批掉过血了 你还管他什么飞影不飞影的 你都掉过血了 对吧 掉过血的曹批 加一就是互拆镜 直接吃了两顺手 牌都给掏空了 这种就是公式化打法 就整个脑子是僵化的 看着很高端 其实根本就没有动过脑子 他只是用自己的习惯 在打牌而已 只不过呢 对于玩的时间 比较长的人来说 有不少的好习惯 而这些好习惯 则会引起一些坏习惯 因为你以为你的习惯是好的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 一把鸡毛令箭了 你觉得什么情况都可以应用它 那你就脱离了三光沙的本质了 三光沙的本质 还是一个灵机应变的一种 这个郭家是种 这祸是个内 这祸是个反 是吧 内奸大概是何代猴 当然也可能是何代猴种 我不知道 这何代猴没什么用啊 现在 除了坑人真的没什么用 哎呀还被拍无限了 走远了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怎么弄啊 这不是天过一个乐 可以解决问题的呀 好吧 添过一个乐也就算了 还摸两个乐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不过反对的血没压下去 你种再多的乐也没用 那这乐一共就只有三个 这个说实话 他还不如锁自己 这郭家锁自己 可能还有点钱 没有一个杀打中 那中乐也不伤 顶多就是张辽这里要多扔两张牌 哎呀 南蛮也被扔光了 这可如何是好 可是我没有属性杀 点判了个那么大的 你也好意思去杀草皮啊 我知道了 主视角是强让草皮翻国家 但是草皮 他可能是误会了什么 他误会了什么 他是不是以为我们还有后招 所以来翻我们了 这下 哎 姜伟 姜伟 姜伟你醒一醒啊 这是奥运会啊 好了 这下好了 其实 气质才是真的有点怂 因为他也能 这个他也能 卖一次的 这个酒茶有点厉害 这古丁刀真的有用处吗 这古丁刀除了听个音效 还有什么用 这次真的厉害 把连弩拆掉 因为接下来要大收牌了 哇 又淘 决斗 这个无限是 姜伟那收过来的 对危险一无所知啊 对危险一无所知 放任铁锁 对危险一无所知啊 这边国家已经提前开始做事了 因为那边的反对已经崩掉了 这边决斗死寒当 拿灌死张辽 哇 一收收九张 又是一个顺手签 不过张兰大收不到九桃的 所以说想回血还是比较难 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回起来 就怕他回不起来 回不起来的话就很麻烦了 果然是回不起来 回不起来的话 我们这边还得流桃救主攻 就很难受 五点 一个九 一个九 一个九一个杀 用寒冰剑把他寒光 然后砍死他 哎寒冰剑 哎寒冰剑 我的天哪 用寒冰剑三刀能 用寒冰剑需要三刀打死 他这样打的确两刀打死了 但是自己的桃被拆掉了 而且你在戏制裁卖的过程中 有可能又给他卖到九桃或者闪 国家倒是挺客气 直接投了 主持者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寒冰剑的事情 那你装起来干嘛呀 装起来打自己的脸吗 这次判的点那么小 竟然不用寒冰剑 我堆了一猴四萌啊 哎 真的是气死个人呐 哎呀 下一句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想给主公收牌 你可以说他想给主公收牌 问题是有必要吗 你都摸了那么多桃了 你只要砍死个主 你只要砍死个反 砍完反以后拿寒冰剑砍残那个内不就完了吗 轨道大开 风回路转 这 哎呦 这还去批什么戏制裁呀 这就批月经了呀 这主持者疯掉了 不过还好这边有个徐域 这么看来徐域应该是队友了 这边都是反 才是反 哈哈 你看这月经也不是傻子啊 哇 一张 这戏制裁一张九头都没有啊 那也就是说再有什么输出的话 这个戏制裁就死了哦 是这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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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新登城头 立下主攻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好强这关一张包 这个黄虫一刀直接把戏制裁给砍死了 太牛了 然后左思 哎 余神将 余神将你怎么又来了 余神将 余神将你要不要这么阴魂不散 余神将 没有你出场的机会了 余神将 你再阴魂不散也没用了 所以说 反贼不要乱先赴主攻啊 只有 只有那种回复能力主攻 你才有值得先赴 想了半天也就曹瑞举兽 也就曹瑞举兽了 这关张打的不对吧 你这个时候去杀 你这时候这样子砍 黄虫 然后 刷一刀寻语我也好啊 你甚至可以考虑吃桃刷寻语 寻语没有理由不信你啊 凭什么不信你 你就私人 就这样的局了 你还在杀反寻语凭什么不信你啊 还好我们只是想摸了个决斗 不然这黄虫还真不一定打得死啊 这黄虫打不死 一刀一个小朋友 赶紧给关张补个牌 这就杀嗨了 没有必要的 甚至可以吃桃杀许语这样子 越为越好 看来是没有鱼神匠出场的机会了 这边陆迅也没什么用了 哎 这不给祖国补牌 你给陆迅补牌啊 你醒一醒啊 这是奥运会啊 完了 好吧 我说了也是 虽然说寻语打的不对 但是我们陆神匠还是很有骨气的 不屑于做那种萧小之徒 最后寻语有逃 没逃的话呢 他把寻语砍死了 然后这边是剩下关张和那个张角 对吧 陆神匠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因为因为关张跟张角的技能是倒过来的 就是关张如果去杀张角 关张技能就没有了 所以两个人技能只能发挥一个 陆神匠也不是没有机会 不过寻语活下来他就肯定没有机会 其实他闪逃也有 混一轮下回合爆发一下 说不定有机会 你看这世界上死太监也没那么多 反正我剑一个骂一个 陆迅还是很有骨气的 只可惜这局不是他的局 主要是反对太二了 这个黄中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就过了就好了 西智才那九张牌 加上他回合那摸的两张牌 他只要动一下就行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黄中他自己还有一个桃 这就意味着 如果要是后面的关张 不知死活的去打西智才 黄中还能有桃为西智才 我觉得如果黄中那道没打的话呢 反正应该是会赢得比较轻松 所以说戏多就是这样 你演不好主角 你就不要给自己加戏 你想给自己加戏 你先得有我这样的演技才可以 你没我这样的演技 你就乖乖在我的背景音乐里面 当龙套就可以了 对了前面这个陆迅还有闪没有闪 第一下是吧 这就不知道了 可能很多人连关张的技能都不知道 我还以为他故意想引关张来打 结果他手上卡了个杀 我说他故意引关张来打 那也太高端了 结果他手上卡了个杀 这个是真中了 但说实话 如果是寻遇主的西智才中的话呢 我倒是建议不如去找一个 有回复能力的 不明身份的人险服 比如说中瑶 比如说中瑶 中瑶做中 可以的啊 中瑶是少数里面 三写中还过得去的 吴将 西智才因为本身强度在那里 所以说他哪怕是寻遇的中 向心不合也没关系 我前面说了嘛 对吧 弱将 才将向心 强将只看强度 这边你看 他不如去先服中瑶 中瑶是中就血转 中瑶是反就不亏 哎呦乐给拆了 不过虽然他先贴也没用 先贴后贴都一样 这位李延那个度量摸儿挺搞笑的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给 不知道是不是给寻遇摸了两张杀 不知道是不是给寻遇摸了两张杀 如果是两个逃的话那就搞笑了 哇 好强 没有这种好事 还要被抢牌 这个倒不能怪 这个倒不能怪西智才先吃饱 他不先吃饱 寻遇没法给他截命的 天度是锁定的 这我就不得不说了 这时候 这时候你去 这时候天度是可以锁定的一张牌吗 这么关键的截命的机会 所以说你真的想成为一个三国杀高手 麻烦先把所有锁定的技能给改了 是个黑桃杀 虽了 不如不如直接决策 不过 能现在杀掉的话就能 额外有行动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内奸的话也无所谓 杀不掉就杀不掉 看后面的吧 这叙述是疯狂的浪费自己的牌 像那张火弓 还不如先打了 为何 不再给我 一点点时间 诶 驱虎呢 顺手不顺青龙刀 驱虎不驱 驱虎不先驱 你怕不是要上天啊 结果一个都没打死 点虽然不够大 但是九点也不算小了 什么还有勾点呢 你仿佛故意在逗我笑 你仿佛故意在逗我笑啊 不先驱虎 驱虎完顺手把那个青龙刀顺了 顺上枪不是就收到了吗 我的天哪 好危险 还好叛红了 哎呀 这俩顺手卡的 我真的是醉了 但是啊 我要说但是 但是我们的机会来了 这边我认为主视角应该先灭迹 应该先灭迹 为什么先灭迹呢 因为收人了以后 这个决斗是可以摸回来的 应该先灭迹 至于灭迹谁 夏侯士 夏侯士既然托管了 就去灭迹里 这笔墨 他反正托管 就是灭迹里 为什么灭迹里 因为李延如果为了保夏侯 他就一定要掉血 对吧 李延为了 不是保夏侯 李延为了保孙壤 他就一定要掉血 而孙壤 只要把他的家一马一拿 对不起 我们顺手倾向就马上上了 他裸奔 我们就决策死他 所以说灭迹里延是最赚的 对不对 真刚 真刚 现在还是可以灭迹的 还是可以灭迹的 但是主持久 这个意识不够 意识不够 这个虽然他是死定的 决斗是可以摸回来的 所以他没有用灭迹 臭就臭在没有用这个灭迹 你看又来了一张决斗 这牌多好 这是一波入局的牌 就因为没有灭迹 你看李延是不是有个桃在手里 你如果灭迹他 李延为了保住他的菊花 是不是会扔加一 只要他的加一一扔 还是那句话 只要加一一扔 两个顺手就上了 横手就差这一灭迹 现在还不得不跳内 顺手 我觉得顺手可以留一张的 两张是没啥用了 一张你得留吧 这还得刘涛救李延 或者不救也行 我是觉得主持甲太怂了 如果是我的话 留两顺手一逃 我的话留两顺手一逃 然后 寻遇这个回合 南蛮开死两个 我就不救了 你寻遇动吧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一逃两顺手 你就打不死我 对吧 到我的回合 顺手亲眼 两顺手掏空许遇一个决策 然后跟你寻遇打 你状态那么差 我也不寻遇 现在就麻烦了 现在李延随时有可能打死寻遇 许遇也随时有可能裸摸 不知道裸摸个什么东西 还好许遇有逃 这局面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还差点被许遇砍了一刀 这寻遇想干什么 是有9 但是寻遇你的点也太小了 不是太大了 这点太大了 这要是赢了可怎么办 赢了 赢了许遇就被你弄死了 他是觉得许遇死活都无所谓了吗 业绩空顶一个南蛮 然后许遇给摸回去了 许遇也不傻 南蛮敢开吗 肯定不敢开啊 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然后李延一直在断杀 哦来铁锁了 最终 我看李延死了没有 别最后没死 死了 看看对吧 就你要想清楚了 当你能收人头的时候 排队里那张牌你能摸回来的 这就意味着这张决斗你可以用两次啊 相当于用两次 而你手上最重要的牌根本不是决斗 是那两张顺手 你告诉我两张顺手用出来 你还怕赢不了 两张顺手用出来 一波直接赢 没有后面的事情 一波直接赢 后面挣扎了那么久呢 真的就是因为那个决斗没有用好 可以说是让人很失望了 好的 让我们来好好看一看这一局 下家有个诸葛亮 盲董允 我觉得没什么人好忙的 我的想法是 木马里放张闪 然后三张牌过 因为 你这个是 借陆逊又不是标陆逊 难道不是多留守牌 发牌吗 这边有个诸葛亮啊 你说你搞成这个样子 万一诸葛亮是中 你让这个诸葛亮怎么办 那诸葛亮不就白白了 还盲错了 最骚的是还盲错了 东宇这个牌给陆逊 不知道是不是在讽刺这个陆逊 陆逊你牌太少了 诸葛亮的收益没有了 诶 这陈公也跳中啊 陈公你是反 你敢把牌给诸葛亮啊 你敢把牌给诸葛亮啊 我估计曹瑞是个 逃跑的死太监 哦 春哥 这春哥到底算不算跳那样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去顺刀的 但曹瑞实在是 这种东西没法判断 我只能看下去 强行给董瑞补一张 有五谷 这五谷不开不行 但是因为有董瑞 所以 勉强可以接受 这边拿顺手是想顺董瑞的联弩 跟那个春哥的简一是吧 但是刘仙那边拿了无限啊 那就只能指望诸葛亮了 好吧 这董瑞根本就不配合 主持者索性不要连路了 那来个放天三杀吧 盾给他拆掉啊 这个盾 放天三杀也没了 连杀都没有啊 连杀都没有 自古就是邪不胜正 哎呀 如此 霸业可涂也 那 我又该何去何从 我的天哪 东西要死了 诶 这草人突然不拖管了 你想干什么 把牌给主公 然后继续拖管 行 我记你是条汉子 好吧 我记你是条汉子 那我们赶紧的吧 现在就靠这把牌 还有一线生机 还有出两次杀的机会啊 那这卡了个闪怎么办呢 我们真的是希望拿到减一啊 他懂得 他就不给我们减一 这牌只卡一张闪 这牌只卡一张闪 主公彻底断了 拿减一的念头来 这就 这拿了减一 从曹瑞那边突过去就是 反正曹瑞托管了吗 他内奸宋祖宗 那就让他宋呗 其实也谈不上宋 他第一 他第一回合 他前两回合的牌 已经扔光了 现在第三回合的牌 没什么用 只能把吴忠给董允 争取一个最大化了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种东西 我感觉董允去拆一张张闪华的牌 自己摸一张都好一点 这边反正为了防止这个曹瑞 回来继续捣乱 就弄死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铁锁连环 无所谓的吧 有什么关系 这铁锁连环 这诸董允要用那么多无限 你小心等一下木马没有了 现在木马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现在卡了张闪 当然了 从成功那里打也没什么用的 就是 无比需要一张简衣啊 闪电 这么溜达 大家注意啊 这里有成功的 他留着连弩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他纯粹就是怕自己被劈死 求生欲非常的强 他纯粹就是怕自己被劈死 他把连弩放在木马里 是暗示诸葛亮 如果要是有了解疑 就赶紧给我送过来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不然的话 连弩还不如留自己手里 把杀放木马里呢 继续解决卡闪问题 桃园结役 哎呀 要么等一下杀一刀成功 就回来开桃园 没救回来嘛 就死了 换一张 我又一把连弩 看看 哇 全是傻 开吧 桃园 可以开的 开了以后 让诸葛亮打无限就是了 我觉得 我觉得保持一下 就满血比较重要 哎呦 这刀九杀太凶了 或者你实在舍不得开 你把桃园放木马里 我觉得桃园放木马里也不错 因为反对突然去推 诸葛亮了 诸葛亮就很危险 哇 失去了减移 就等于失去了所有 诶 神家 神家一终于可以拆掉了 哦 他选择顺自家人 为什么要顺自家人 他是不是怕顺到刘七手里的闪啊 不不不 你想多了 你自己就会卡闪 这个你既然木马里已经 不关正 不过这个也是 这张牌也不敢乱给 这张牌如果给诸葛亮没收到 那就瞎了 诶 问春哥要杀 打死诸葛亮 想法很好 奈何春哥没有杀 那春哥到底留了什么呢 其实我是挺看不上这个春哥的 这春哥一直在扔杀 他一直在扔杀 全场没有人打过他 他却留伞 真的需要他有杀的时候 他又没有 感觉反对就输在这个春哥的手里 我们已经有简易了 你就突然把简易给我们了 这个执行力有点过头了 诸葛亮聪明了 绝对不能在手里面留杀 其实诸葛亮呢 应该怎么呢 应该留一些废牌在手里 关键牌放木马里 因为木马里的牌 他是想看破看破 想火击火击 想使用使用 想打错打错的 终于可以弄死刘青了 接下来就是单叫春哥 春哥直接投降了 都不挣扎一下 连挣扎都没有挣扎过 他就直接投了 而且从来不掉血 那这局其实说到底 还是输在春哥的手里 你看这个春哥 对不对 事实上 你不说这个春哥 需要玩得多好 只要他适当的扔闪流杀 刘青在需要他的时候 他从地上一张杀 啪一刀把诸葛亮砍死 你别说 诸葛亮死了以后 木马也没了 木马没了 就两个人打 打那个 陆逊一个 刘青只要不乱问计 不乱问计 每回都囤疆 囤疆囤疆 春哥也囤 什么时候把他连赌拆掉 两个人围欧一个就赢了 对不对 所以说反得输 还是输在春哥这个点上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一期百肯讲谈 总算是给大家讲完了 感觉这一期还是比较遗憾的 没有一个能够让我真正意义上 感觉就局数比较多 时间也比较长 今天这期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 哎呀 你说我生着病啊 这帮出审员 当然也是我不好啊 我虽然生病了 但是也没有特地跟出审员提过 说适当的减少一点量 然后呢 他们可能是觉得是节假日啊 所以说还给我增量了 就量虽然比平时还大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很遗憾没有一局让我看的 特别让人满意的那种 哪怕是哪怕是倒数的几局也是 反而有亮点的是 中间几局比较搞笑的那几局 对不对 但是这也正常啊 投稿这个东西 它是有波动的嘛 对不对 前几期有过那种特别好看的投稿 那么这几期可能就到谷底了啊 那么也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百肯讲谈啊 那么支持的最好方法就是投稿 当然了 垃圾稿件除外啊 投垃圾稿件 纯粹就是浪费出审员跟我的时间 那好的稿件对吧 可以丰富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造福观众啊 也能让你露露脸啊 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啊 顺便说一下本周的安排啊 现在是国庆假期到了一半了 那么明天是继续帝国杯 礼拜天也就是7号也是继续帝国杯 反正这一个假期啊 除了百肯讲谈就是帝国杯 假期嘛 对吧 那当然是要播特别节目的 然后6号是公会赛啊 对 还有公会赛 公会赛跟百肯讲谈可能是我平时播的最准时的节目了 啊 其他栏目都有可能挑票 就这两个栏目不太容易挑票 倒是真的 好的啊 那么再次谢谢大家 那么再次祝大家国庆愉快啊 那么也是希望我们的祖国啊 永远防人创生越来越好 好的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啊 明天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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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啊